瀑布从3000尺高的顶端宣泄而下十分的壮观 游客在瀑布底下避暑细水 这里是嘉义竹崎厢的观音瀑布 921后通往这里的道路封闭了18年 直到最近有人发现能从另外一条产业道入山 还成功拍到观音奇景 比比不论是头饰衣袖还是身形 就连莲花首饰以及薄瓶倒水也清晰可见 如巨型的观音像 拍到影像的赖先生也好兴奋 因为这可是隔了好几十年 观音情景再次重现 还蛮惊讶的 因为当初只是想说纯粹记录它水量大一点 因为它921之后 它的那个形象比较不容易出来 其实历经921地震以及摩拉克风灾 瀑布地形锐有变化 虽然水流依然壮观 但是地貌改变不容易看到观音奇景 可不是每次来都能拍得到 观音瀑布我想是我们嘉义线 大家一些它共同的回忆 这个是业会的好地点 观音瀑布的小浪名号 本来就源自于观音像景观 历经大地震和风灾后 原本消失的奇景 皆有民众拍下的画面 观音奇景在线 也再次让人见识到 大自然绝妙的地方 记者侯国文潘颖文 嘉义报道 大自然绝望 优优独播